$0.1 早餐 哈嘍,哈嘍,大家好,我是炒蛋 所周,站就走,天上的行星,餐杯倒啊 不接了 我只爱后面那局是什么 嘿嘿 常常不动啊 煤煤火火闯旧走啊 现在事情就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从广州搭飞机 过来温州 温州跟狗蛋无欲无求待了两天 无欲无求待了两天之后 我们觉得总得找点事情干 我们就决定今天起程 从温州开车过去杭州那边待两天 同时呢我们也带着一个秘密任务 下一情况就这样 就我跟狗蛋刚刚来到杭州 然后我出来吃饭 在杭州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比较喜欢女生逛就比广州比起来 就会多很多那些逛街的地方 这次来杭州呢就想着说 杭州既然这里都那么多东西逛啊 或者说什么的 就看一下能挑选一些什么东西送给 销板啊 所以这个秘密任务呢就是 作为一个钢铁之男 要在杭州这里挑选几样礼物 带回去送给销板 然后我隔壁这一位狗蛋呢 他冒似也要挑选几样礼物 送给一位女性朋友 所以这一期 我好像没有了 没有吗 没有 那你会怎么别买 所以这一期的内容呢就是 钢铁之男到底应该 怎样挑选礼物给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说女性朋友 给女生选礼物到底要怎么选 给女生选礼物到底要怎么选 锤子拍 我还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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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里了 大家好我是狗蛋 笑你妹啊笑 现在第一站呢 我们决定就先去 位于武林广场那边的一家 好像是专门卖 那些什么胶卷胶片相机的店 就是他那里看图片 好像上面有很多很多 那些什么宝利来 还是什么东西的 可能就那些拍胶片 因为现在女生嘛 都非常喜欢拍照啊 尤其是喜欢用那种 什么胶片相机去拍照 所以我觉得 好知道了 所以我就觉得去这种店 买一些可能像什么相机啊 或者说什么胶卷呢 这些这些就拍 跟那些拍照有关的东西呢 女生可能会喜欢 定焦了 这个是定时自拍的功能 这边的话调节那个日期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介绍了 因为这边是自动测关口 你到时候拍照的时候 不要把这边挡住啊 什么就可以 基本上取景器也是比较清晰的 常规其实用的比较多的 包括网上推广的比较多 C200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种一拍200 现在来说的话价格 其实这个已经涨到30块左右 这个也涨到278块了 所以价格来说 现在其实没有很大 有时我反而比较推荐用这种金200 因为相对来说 它的价格没有怎么涨 而且它的片机会比较厚一点 你可以理解为它的质量会好一点 剩下的还有这种停产的 这种偏洋红的嘛 拍风景非常好看 包括以前 玩家喂弄电影 都是用那个卷 不过现在停产 价格涨得非常多 好 现在我们刚刚从那里出来 就买了刚刚里面的那一台 2084的AF1 一台定焦的焦片相机 然后还买了一个焦卷 加起来那个价格呢 是877 其实相当于就是一双鞋子的价格 其实鞋子呢 不一定是每个女生都喜欢的 例如一些比较文艺一点的女生 他们可能会就比较喜欢这种 小支一点的东西 例如胶片相机啊这样 大家除了买自己喜欢的鞋子 给女朋友之外呢 也可以考虑一下 像这种便宜一点的胶片相机啊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应该没有女生不喜欢买衣服吧 应该没有吧 那么除了刚刚那种 比较高阶比较贵一点的那种相机 这样的东西 我们接下来打算呢 就是说去看一下杭州的古卓店 因为好像杭州这边的那个 古卓的氛围还挺挺好的 比广州要好 然后呢很多女生现在应该也是 比较喜欢买衣服啊 然后买古卓这样的东西 因为古卓呢它那些衣服 其实款式还挺好看的 而且那个颜色搭配也非常的棒 价格相对来说 相对现在那些衣服来说呢 也不会算太贵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过去那边看一下 走了 走了 走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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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杭州这里的司机非常的暴躁 为什么 每次那个红绿灯一切到绿灯 然后没过几毫秒那些 那些车就开始按揽了 说你怎么还不走 太他妈变态 提经理吧 我应该直接玩手机了 哇大哥你在这干嘛 我吵我找到一个这个 他妈这个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就我爸给我买了一个这个 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不知道他在哪里搞回来 我爸给我搞一个这个 应该是那时候 我爸把他搬家的时候 把他丢了 然后就 变成这样 真的他妈这个 记忆犹新 女生应该都会挺喜欢这个 什么 那个叫什么 布尔加 布尔加对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这里还有一间Burberry 穿来看一下 应该穿得近吧 我肯定是可以穿 来试一下 来来来来别废话 老哥有点像色畜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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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换裤子就行了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考虑一下 这个68块 我觉得还挺帅的 怎么样 可以 可以啊 那么刚刚买了 刚刚那一个袋子之后呢 现在就来到了 第二家古着店 这边这一家古着店 看起来就宽多一点 然后也比较大一点 我再看看在这里 能不能再挑一件衣服 给小坊 因为刚刚挑这个袋子 我觉得 他应该会喜欢 那么 这里就挑一件衣服 或者说 裙子 先来看一下 有没有 我觉得适合他的 这一家 这里这一间 有点抽象 这里有一间 Polo別的 是不是那个 Polo Ralph Lauren的 这里又是小熊 然后是那种滑腹隔的 然后这边就是 Polo Hot Rock的 这些感觉 他应该不会喜欢 看一下有没有 些什么裙子之类的东西 这里还有一件这样的 Nike 这一件Nike 不过那个橙色 可能有点旧 款式还挺好看 这边还有几条裙子 这个裙子 看着挺 挺适合他的 但是 上次在日本那里 已经给他搞了一条 那个Beans的 也是 格子的就 有点类似吧 算了 这里还有一条这样 我觉得这一条有点意思 老哥 你觉得给他买这一条裙子怎么样 你觉得可以尝试 如果是那些女朋友 你觉得她会喜欢穿这种连衣裙子吗 我觉得可能会吧 哈哈 如果是这两个人 你选哪一个 我选 我选右边 如果在看视频的你是女生的话 你选哪一个 你的选择会跟狗蛋一样 这种 估计就可能不行 他自己收不了腰 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 这应该偏成熟一点 B一点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这是有点像那种 可是穿着有点可能会前老 其实我也不知道女生的品味是怎么样 因为经常我们男生看的觉得好看的 结果到了女生那里 你真的觉得一板板 那就比较尴尬 或者说起来可能有很多女生 她会直接选择穿男装 或者也可以去挑一下男装 看一下会不会有适合她 怎么样 我觉得OK啊之前 太大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可以 可以给她搞一点 跳跳舞 还挺可爱的 然后她这领子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什么来的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有点像那个什么 然后她这里还有一个 一个小细节 对还挺可爱的 这一件 不过其实女生穿卫衣 我很难想像穿出来是什么样子 这一件背靴 所以最后呢我就给肖反买了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这一件跳跳湖的卫衣 这一件卫衣它的颜色和那个材质都蛮不错 就是它成色都挺好的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68块钱的袋子 买这个袋子的原因呢 是因为之前肖反好像一直想去那个野兽派 买它的一个什么环保袋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呢那个袋子好像说要消费满几百块才能买 所以最后又没买到 所以呢我就想着不如买一个这样的袋子 代替一下那个野兽派那个袋子 还有最后就是这一个重磅的东西 奥林巴斯的AF1定教胶片相机 肖反呢他自己本来就非常喜欢说什么胶片摄影啊 然后还有一些复古的东西 所以呢这一次我就挑了这三样东西给他 直男到底应该怎么挑礼物给自己的女朋友呢 那么这里我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参考 就是平时多留意女生她有什么想要的 那么你可以找一个替代品给她 然后也可以综合结合她和你的喜好 然后挑出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说买这些礼物不一定说要多贵重多贵重 重点还是要真的你买到这个东西对方能很喜欢 然后也能感受到你的诚意 因为像我这里这三样东西 那么衣服是两三百块钱 然后那个袋子是68块钱相机是800多块钱 三样东西加起来就一千多块钱 没有说非常的贵重 但是呢我相信肖板应该会喜欢 如果他不喜欢呢 好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接下来明天我应该 还会跟狗蛋去温州的其他地方刷一下 那么争取也拍一个vlog出来 好了那么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KISS YOU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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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